請部長 請蕭次長 對不起次長 因為我樓上還有委會在主持 我簡短再跟你請教一下 針對我的提案 我想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手上有碰到一些個案 這個秀林鄉的前鄉長首位的官派鄉長 林明永鄉長 這個是二八事件的受難者 那他的兒子林國良 也是現在的花蓮縣的原住民兒童之家的院長 長期從事這個公益 這個收留一些原住民的 尤其是太魯閣族的孤兒兒童 我們這個兒童之家的院長 他也是近年才根據史料能夠佐證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 他也知道 口頭上知道 但是因為相關的史料 一直到近年來 才有教授去幫他 翻遍所有的史料 才找到相關的佐證 可是他找到佐證期限已過 那根據你們所提供的資料 你們所提供的這個書面的資料 也說 目前大概也只有 有這個十六件 目前有五十幾件 但是目前是有十六件是姓名有出現在相關的檔案裡面 對 所以有可能這個十六件以外這五十幾件 相關的檔案跟資料是家屬還沒有找到 或者是相關的檔案還沒有做電子化 或者是還沒有做好整理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是有可能 所以其實這是國家的問題 這個不是當事人的問題 這不是受害者該去承擔的 這個史料經過這麼幾十年 現在才被整理出來 現在才出現在國家的相關的檔案裡面 或者是才電子化 我們可以經由Google 經由電腦去找到這個資料 這個是當年國家暴力之下的一個悲劇 這不該是受害者家屬要自己去承擔的 更何況他可能過去幾十年來 他的母親因為恐懼因為害怕 因為擔心家屬在失蹤在不見 他一直不敢講 我那天上次在高鐵上也碰到一個年輕人 他說他是在祖父 他祖父也是二二八受難家屬 可是他是在祖母過世的時候 他留下來的資料他才知道原來他祖父也是 一直隱藏了兩個世代都不敢講 所以這個不該是受難者要去承擔的 而且又當他提出行政訴訟 你們又去給他駁回 這又是二度的傷害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在修法上 提供一些彈性的空間 讓受難的家屬他不只是政府的正式的道歉 這個歷史的正義 現在已經換不回他的生命跟數十年的恐懼 以及壓力 但是至少國家該盡的賠償的責任還是可以去進行 所以我還是希望你們能夠從善如流 就這個文字的修正上你們的書面報告裡面寫說 你們認為知悉兩個字有認定的困難 那你們認為什麼樣的一個字眼 是比較好認定的是能夠處理到解決到 還是有這些案件 你不要說這只是這個書面上的五十幾件而已 這五十幾件都是都是悲劇 而且這個陰影可能是延伸到好幾個世代 揮不去的陰影 國家該盡的責任 該有的賠償 其實我們都是應該要繼續做的 我們是比較建議是說 如果是修法通過之後 給他一段時間來申請 這樣是比較具體 就是有一個時間點 那如果從窒息之後兩年 第一個怎麼認定他哪時候窒息 這個是一個大困難 那永遠他是一個不確定性 那所以 編列預算也很難編列 所以次長你現在的建議是說 倘若我們現在在做一個修法 對 修法之後幾年 比如說我們現在從今日 從修法通過幾日起再兩年 這樣子你們可以接受 對在一段時間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以後 因為 對我來講 我覺得公平正義不該有期限 即便是我們現在說兩年 也許五年後十年後 都還是一樣的狀況會發生 我們不該對 國家的賠償 對這樣子過去國家暴力 所造成的傷害 不該設期限 但是因為為了行政的這個便利性 我們先修兩年 也許我們兩年後 又多了十幾個案例 我們再一次的來做一個修正 還是說我們現在可以 考慮不要說兩年 例如說考慮五年這樣的期限 會不會也比較好 這個我們尊重大恩的這個意見 因為五年的時間是很長 因為我們要考慮到 行政檔位也要不連編的預算 如果都完全不確定 也很難編預算 所以你的建議是說 我們先說修法後的兩年 對如果到時候 又很多人來申請 那我們可以再修法再延長 以前也延長過四次啊 這就是譬如 所以你們的建議是這樣出 但是你們不反對說 我們再做一個修法 讓目前已經浮上檯面 已經呈現 而且有史料來佐證的這些案例 能夠被處理到 好 謝謝